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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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粉底搭到全脑袋后 脸就不会显得假扮 网友打去说 在头上抛光更完美 这样子想整个化妆流程还早着呢 不过适合用气妆水开销也不小啊 但凡是有时正在的地方 就不会缺乏欢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 学生都是很接地气的 但相比各种流量鲜肉男星 他的大叔魅力估计不曾是香 自然而然的想到他那两个发光的头 但是有谁注意到 学生年轻时也有一头茂密的无发 而且还做过发型模特 这句话如果不是他亲自坦白 估计没几个人干信 一系列性价比升高的喜剧电影 让徐征赚了钱同时也容生一线大牌演员 妻子桃红也有一半的功劳啊 然而人红自然是非多 学征的花边新闻桃红从来不怎么关心 默默的支撑着徐征 夫妻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啊 多年过去了 桃红还是那么的漂亮 婚姻又何尝不是一次投资呢 在娱乐圈场当二十多年 徐征的头发从浓密到现在的寸套不生 他也早已不太在乎别人拿自己的光头来开玩笑 所以失去了头发拥有的却是才华 聪明绝顶 智悉剃光头发的徐征是在用自己方式怀念父亲 然而剃了光头 对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什么影响 反而人生越来越顺利 他的药神不尽口碑好 恰望成绩更是达到了三十亿 谁能想到当年那位戴萌的猪八戒 转眼间是功成名就得是大导演呢 所以千万不要去嘲笑那些聪明绝顶的人 如今在娱乐圈这类人是非副极 贵啊 对于青红是首付成新报款 时针表示也可以点沈腾的角色 网友们对于这个化了妆的后脑手怎么看 贝恩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在这种旅途的课论 但是我们算是有所谓的课论 这个课论 我课论